来看到这个赵浩康先生呢 他提出了九点解套的方案 那九点呢 请秀给我们看 第一个他提到了就是 每个党员呢 其实都有参选的权利 谁也不能剥夺 而且桃源不向台北 已经有一个蒋万安在那里了 在罗志强行脚之前 恐怕呢 可能都不知道朱立伦呢 他心中的鼠疫的人选 第二点呢 就是提名不要急 先看看民进党怎么提名嘛 是提在地还是空降 知己知彼 第三点就是 把想参选的人都找来 能协调就协调 协调不成就初选 那不是说每个选区 非怎么样就不可 不是一成不变的 第四点 提名之前有意参选的人 各自努力啊 积极拉拢啊 诉求啊 造势啊 来打动选民 第五 初选不是毒蛇猛兽 最后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这才比较重要 那至于要怎么样初选呢 是技术性的问题 可以再讨论 第五点 国民党中央说罗智强民调很低 那就等提名前再做一波民调嘛 如果还是这么低 罗智强就会自然而退 而且呢 第七点 罗智强只是表达意愿想要选 并没有说要选到底啊 他甚至说如果不提名就辅选 他这样态度没有什么不对 第八点 朱立伦主席有他的立场 他一定要赢 赢回桃园 那罗智强也有庞大的选民压力 不能朱主席说他退 他立刻退 那他以后也很难立足政坛了 那第九点就是大家相仁为党啦 目标只有一个 桃园一定要赢 问委员 对啊 大家觉得这个事情 为什么想选不能选啊 只是表达一个参选意愿都不行吗 那半个初选到现在都在问说 有这么难吗 真的是视为洪水猛兽 对啊 这个前两天强哥在他脸书上 po那个难嘛 那个脸书的时候 我就下面留言说 一个公平的初选制度 有这么难吗 刚刚赵先生他这篇文章 现场的 可能学恒根知道 我知道千惠知道 小罗知道 友智哥也知道 全部人都知道就很奇怪 就只有我们党中 不知道怎么去解套 很奇怪嘛 其实你给一个公平的 而且他讲这些也不是很难的东西 不是很简单很低阶吗 我其实讲个例子 我今天早上在我的选区 我们选去松山区 一个比较蓝的市场拜票的时候 我过去一个早上拜票三个小时 会遇到大概两到三个 主动来找我讲话的选民 他是过去 我今天早上我遇到十组 主动来找我讲话 现在说哇 我的经营有成 知名度大开 自己的团来支持我 没有 十组里面除了两组是支持我 只有八组跟我讨论 罗志强的事情 他们其实他们很忧心 他们讲的是什么东西 他们讲说 我昨天主播出任务啊 然后在讨论恶物啦 结果那个聊天室里面 都在讲罗志强 对啊 所以其实 而且他们是很忧心的 他们第一个是说 国民党在搞什么鬼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搞 当然他们很清楚 他们知道是党中央 在做这个事情 然后所有人都成杰 都跟赵燕生这篇的 利润一样 一个公平的初选制度很难吗 我们给他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 让他们好好打一架 这很难吗 这么简单的道理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党中却不知道 我先回到 刚刚空战到底 有没有用的事情 我们以刚刚那个 城市调查民调 老实际上我有看到那个报导吗 然后我刚好中午跟杨智东 就有一个聚会 然后我就跟他调了一下 这个民调的一个原始党 他看起来 看不出来 他到底是电话民调 还是网路民调 但杨智东好像是说 他是网路民调 那是网路民调 所以我们来解释问我空战重要 他这网路民调 他做的有效样本是1185份 换句话说 他是具有他的代表性的 他南桃园北桃园 基本上是各自是一半一半的 好那我们看到 这个网路民调的结果是 强哥小赢陈时中一点点 好我们再回到前几天 比较几个主流媒体 有做的民调对比式民调 发现强哥小苏陈时中一点点 如果你把过去的 一般电话式民调 视为是一个 展现路战体性的一个成果的话 这个网路民调 是比较接近空战的 这样比例的一个母权的展现之下 两将加起来代表一件事情 是什么 今天你要胜选 你要空战加路战 缺一不可 空战这种比较重要 当然重要 为什么重要 刚刚小苏有讲到说 2018年的时候 全台湾 大家去思考一下 全台湾当时是 台北市丁走中 然后新北市侯友宜 台中如秀燕 然后台南市高斯伯 然后那个什么 那个高雄市韩国瑜官 然后桃园是谁 陈学胜 这么没存在感 我怎么办 陈学胜 那我的意思 大家去思考一下 陈学胜还骂说人家弱 对对 我待会儿会讲 然后我去思考 大家去思考一件事 当时要不是韩国瑜 带领是所谓的寒流的话 其实我们被认为说 当时比较焦灼台中市 其实是因为这样子 更拉起来的 好 那我们回到今年 假设今年 台北讲万安 然后新北市侯友宜 台中市留学会 他们要连任 然后台南现在是谢东介 当然他的议题领导能力不错 高雄目前南产不知道 陶渊就不知道 大家会发现 扣除谢东介之外 其实领导议题能力很强的 这个参观国民党 我的意思是说 大家比较去做事 就没有议题领导 没那么强啊 讲实在话是这样子 你要说他们去带领 出一个全他 或一个什么样子的流 我觉得是很困难的 所以这也说明 为什么一开始 大家讲说 为什么现在民进党 一开始就要去打罗志强 因为他们很担心 罗志强成为第二个韩国瑜 他们知道罗志强 只有议题主导能力 而且可以引领 整个潮流的弹射 而且他会寻速一个民意战 所以他们当然不希望 整个2022今年年底大选 变成像2018年的在线嘛 所以你说空战政府 当然重要 缺一不可嘛 那回到罗志强这个问题 老师讲 昨天 黄建廷刚刚讲说 非常非常非常少的在地议员嘛 他问的是国民党内的 在地议员有31位 31位的这个桃源在地议员 大家去问一下 有个武党籍的议员叫做牛许廷 小牛啊 也是我们中天的常客 他是年轻人 他是桃源在地议员 而且他武党哦 他武党 他对罗志强太队是怎么样 支持 为什么支持 代表说他旁观者亲嘛 他不在国民党这大局里面 他没有受这些旁旁旁旁旁旁旁的地方派系的压迫 他看得很清楚大局嘛 他知道罗志强选逃园是有机会赢的嘛 那你问地方议员他们当然说没机会 为什么 这些地方议员 想实在话 被地方派系绑架嘛 谁不知道桃源市地方议员 你代表国民党出来选 必须某人要点头 某人不点头的话 你根本没有提名权嘛 如果你这样子的话 你被那个人绑架的话 当党中央跟那个人 站在一起的时候 他问你说 你知不支持罗志强出栏选择的时候 他们当然是说 不适合罗志强很弱很弱很弱 很弱的话 请问民调是怎么回事 民调是写真真实实 扎扎实实的数字嘛 所以陈先生的民调 其实我觉得回到民调 你不管他弱还是强 一个弱的人 他民调不会隐成失踪的 所以数字是很真实的 最后回到刚刚跟罗志强 讲到的这个陈徐先生的部分 当然还没提到 我觉得今天陈徐先生 跳出来讲罗志强 我觉得有点放马后跑 我觉得不该讲 党中央跟罗志强 已经鱼死网坡 已经对着干了 你这个时候还出来放话干嘛呢 如果你真的觉得罗志强不是的话 你早在罗志强行脚的时候 你就再出来讲 没关系啊 你代表地方的意见嘛 你告诉我们地方的真实声音 我没问题 我可以接受啊 但等到这个时候 党中央一态度明确 就是要打压罗志强的时候 你跳出来讲这话 有什么意思呢 还跟大家讲说 没关系 罗志强可以四年之后 接赖世保的位置 选大安文山 请问赖世保有说要退吗 没关系 罗志强可以八年之后 选台北市长 我们在国民党讲的笑话 最常遇到的就是说 啊 没关系 我原来你还年轻 四年之后你再出来选 我原来你还年轻 八年之后再出来选 等到你四年八年之后 我原来你老了 让年轻的人来吧 我也遇过 这都是屁话嘛 为什么要讲这么坏 但确实哦 包括在聊天室里哦 其实很多的声音 有另外的观众都觉得说 罗志强是不是要先选个立委啊 或是有个什么样的行政历练啊 不应该说就职工市长 这个声音很多 我最后回答他这个 陈先生他这个逻辑 有个很奇怪的谜误 他告诉大家说 罗志强这些人不要选逃威士 没关系 他可以全国辅选 一个台北市议员 他有他的声量 他有他能量 可以全国辅选的人 你为什么不让他 在一个地方好好打一场战 你让他可以全国辅选 代表说你认为他声量可以 你认为他实力可以啊 所以不断的在罗志强 这样子案里面 其实国民党或者是 来一个很多人在卡他的人 不断的是逻辑在矛盾嘛 互相打嘛 一下告诉你说 你在桃园很弱 但你出了桃园之后 你去高雄可能很强 你去全国都很强 但你连桃园就是弱 这是什么逻辑啊 等一下 我只讲一句话就好了 是 陈学生你干嘛 要骂连胜文啊 没事了 但我要再补一句 不要说这样子 我没有接力 学胜兄在那边 败选三次耶 您好意思讲耶 我不是对你不客气啊 而是我觉得你有时候 不该分享你那浅薄 而且没有成功的意见 朱学会教你怎么成为 金城武嘛 我不会嘛 因为我觉得我做不到啊 但如果有一个败选三次的人 可以跟你讲说 你在桃园 应该要怎么选 赞 那我再补 陈学生有多废 2018年 韩流 把所有人全部拉起来 只有一个人拉不起来 而且韩国瑜要特别去 用力去 努力去 就叫陈学胜 以上言论不代表 本节目立场 而且还没完 因为这样一讲 我又想起另外一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韩流去捧他的时候 他跟大家讲了一句 治理名言 他说我刚刚在加油站 看到韩国瑜去尿尿 原来他跟一般人一样 会去尿尿 这个罗志强应该要多学学啊 讲这种废话真是很厉害 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 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哦